Hello 創業家們 今天企業經營的還順利嗎 這個影片要與你分享的是 每日遇見杜拉克 12月12號文章 收購是業務策略 不是財務策略 沒有廉價品 還有你得到的 不會超過你付出的 成功的收購案 是以業務策略為基礎 而不是財務策略 收購的對象 必須符合買方的業務策略 否則該收購案就可能會失敗 20世紀末的數十年間 最糟糕的收購案 就是彼得·葛瑞斯的收購案 長期擔任葛瑞斯公司執行長的 彼得·葛瑞斯是個聰明人 他從1950年代開始 靠著以財務為基礎的收購案 建立了一個世界級的多國級企業 他聘用了一群能力高強的 頂尖財務分析師 派他們周遊全世界 尋找低本一筆的產業和企業 他用他認為很划算的價格 收購這些企業 他的每件收購案 財務分析簡直是完美無瑕 但是這些收購案毫無業務策略可言 相反的 靠收購企業達成成長 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就是威爾曲領導下的企業公司 他在1981年至2001年間 擔任企業公司執行長 靠著收購企業創造了耀眼的績效 企業的營業額和獲利都有成長 連帶提高了公司的市值 締造這些成就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企業融資以收購為基礎的擴張 當然 企業並不是所有的收購案都很成功 事實上 其中有一項收購案 便是個大敗筆 那次是收購一家證券經濟公司 但是 除此之外 企業融資的收購案 似乎都非常成功 這些收購案全都有一個堅實的業務策略為基礎 今天的思考與實踐 仔細研究你的組織進行了某項收購案 這項收購案的基礎是什麼 是屬於策略性質或財務性質 收購的結果如何呢 OK 今天影片分享就到這邊 期待今天影片能夠幫助到你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我在商業模式 網路行銷 人工智慧的修煉筆記的話 歡迎你掃描畫面當中QL Code 到我網站去看更多唷 我是桑花君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個影片見 拜拜 ço多了 喔 OK remain